主持人的規定 作詞文章 作曲芬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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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新的會比較快 但是基本上盖新 又失去歷史建築的意義 所以還是用修復的方式會比較好 那個時間的記憶是 沒辦法用錢去買 他基本上是在冷戰的時候 那美國有協防台灣嘛 所以他有一些來的 國防或協防的那些軍券 那他們就住在這個地方 然後他有分衣階層 等於說一個美國的卷村就是這樣 這裡面會有洗衣店 會有砸貨店 然後會有俱樂部 這棟建築物本身一開始 它就是草山的Teen Club 那Teen Club其實在美國是一個 政府機關會替大家建的一個很普遍的措施 那所以他們來台灣的時候也這麼做 所以陽明山這個地方住了很多美軍嘛 然後還有他們的眷屬 那他們專門為了孩子們 做了一個這樣的空間 就是Teen Club 他們相當過的 我們和華團隊 Returned 這個案子以後 其實我們一直考一個問題 怎麼樣把這樣一個歷史傑 kostol 去做連結 那明衛 потому 台灣人是禁止進來 所以他們的資料並不是很多 然後我們興趣很好 他們剛好有一個 Facebook上面有一個群組 所以我們就加入他的群組 就開始聯絡 所以我們就聯絡到了很多當初 他們在念小學念國中的時候 在念書的時候 住在這邊的 等於是美國住的小孩 第一次我來到了1970 我們在1975 那是3rd,4th,5th,6th,7th grade 我們回到1978 我們回到1979 我是 Scott McGregor 我回到1975 我們回到1975 然後回到1970 然後回到1972 然後回到1972-1975 然後回到1975 就是國際回到1982 一處去遊樂師 那裡可以工作 或者到1975 然後是我們會在1970 然後我來的時候 聯絡武家出席 我們去到1970 集團 再開大阪 我們要聘球 聘球 聽到樂隊戰 和音樂 跟樂隊的音樂 在1971 所有的女生 笑 去哪里 是 比方 我还满了一面前面比方天还真的像中一个人 Gingsh TU N focusing feeling proud of the cooperative We feel such a bond with each other from living in this country as teenagers and the teen club was a big part of it This is part of some of the stuff we remember Is what you're saving here Is what part of our childhood that we've thought was gone And this would be something we could come back Years from now we could come back here And show our families this is what we did 我們公司的老董事長今年88歲 他最早開始就是台灣第一個做黑膠的 所以他們有一段歷史是做黑膠 但我們有參與 年紀沒那麼大 所以我們有蠻多的一些黑膠的 不管是設別也好 製程也好 或者說以前留下來的一些黑膠的產品 我有蠻多的 所以我們想說這個地方 搞不好我們可以做一些黑膠的故事 那黑膠的年代剛好也跟美軍俱樂舞的年代 是在同一個時期 所以我們用這個東西去做一個連結 原本的名字是33又三分之一故事館 那其實就是講黑膠的轉速 那所以一開始我們就把33又三分之一這個名字納進來 可是後來我們發現這個建築物本身的特色 我們也應該出現在我們的命名裡頭 所以後來我們就仔細觀察了這個場地 然後我們就決定把Grick跟Yard這兩個去掐進去 所以這個場地就會融合了這三個特色 我們依據它原來游泳池的一個地下 有一個凹槽的狀態 那我們就把地拉平 讓它保留那樣子的游泳池的原貌 那平常在沒有活動的時候 它會是一個bar的狀態 那我們就希望有一些運動賽事 大家可以一起來這邊同歡 然後另外呢 它最適合就是有一些音樂的表演 那希望在國內有一些獨立的音樂人 他可能沒有好的場地可以表演 我們希望這邊可以提供給他們 因為其實真的要講表演場地市區很多 那我們如何去創造出我們自己跟人家不同的地方 因為當初美軍來台 他們其實是一個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回去 那他們只能把這裡當作一個它的 等於說那個時期的心靈整個寄託 也等於是它的家了 那我們希望把這邊也營造成這個社區裡面的 家裡的一個花園 家裡的一個活動中心 讓大家可以一起來參與 這張專為我們向好來 blev的 在此時未必而建議 也未必 بال